哈喽各位大家好 我是纪元哥冲冲 大家都知道 怪兽在对付奥特曼的时候 有很多种方法 让奥特曼都感到颇为疾首 比如用洞气洞 用火焰烧 还有一些直接用武器砍 但是这其中 不乏有些怪兽有点特殊小癖好 喜欢玩这捆绑 那今天纪元哥就来带大家看看 那些被捆绑的奥特曼都有谁吧 赛文在对战艾雷王的那集中 艾雷王身高53米 而他的尾巴足足有57米 身体跟尾巴的这种比例 就注定让他的尾巴 成为了他的一大利器 可以用来进行攻击 也可以缠住敌人 释放电流 折磨对手 在剧情中 赛文就不幸被他的尾巴缠住 捆绑 电流 这些令人浮想联翩的词语 可是对赛文这个直男 没有一丝的诱惑 使用自己的肉体便可以轻松挣脱 同样的面对宇宙龙纳斯 赛文顾忌重施 只不过这次比丧死要很多了 直接把龙纳斯的身体 撑成了好几段 杰克 而在杰克中 同样也有一只怪兽 缠住了他 那就是双尾怪 双尾怪看着头顶两只长长的触手 牵制住杰克 在战斗中 给予了杰克极大的阻碍 而杰克争夺的方式 可比赛文要温柔 杰克从双掌施展至 全身释放的强烈闪光 对怪兽产生冲击震动伤害 脱离了双尾怪的束缚 可惜 本来有机会打败杰克的 但是队友耐不住性子 还没有解决 杰克便提前叛变了 艾斯 捆绑艾斯的一共有两位 分别是尤尼堂哥跟克拉伯王 虽然说尤尼堂哥是 蜜蜂和宇宙怪兽合成的超兽 但是没想到这家伙居然会使用毒丝 以为自己的毒丝能让艾斯老实 没想到人家随意便争夺开了 然后惨遭分尸 另外一位克拉伯王 用他长长的尾巴 给艾斯来了个小索猴 本来就快赢了 亚伯人非要在旁边来毒奶 最后生气的艾斯 直接把他的尾巴给扯断了 泰罗 泰罗中的巴瑟拉跟吉连马 同样也给泰罗留下了这种回忆 巴瑟拉的形态 以藤木类植物为原形创造的 所以他的攻击手段 就正是用藤木攻击 只不过小小的藤木 又怎么能拴住住泰罗呢 被泰罗扯断之后 就再也没有命中过一次 而另外一位吉连马 则是以长舌攻击为武器 在射击中 他的舌头足足有百米长 而且极为灵活 又长又灵活 好活啊 在战争他还以此勒住了泰罗的脖子 进行脚手 只不过最后还是被泰罗扯断 失去了最厉害的武器后 被泰罗成功击杀 雷欧 雷欧绝对是被捆绑的最多的奥特曼了 从最开始对上波斯行人开始 被一发不可收拾 被波斯行人用长边右手锁猴 被谢尔拉波尔美五花大绑 章鱼为原形的阿布索巴 跟布莱克加龙 分别用自己的触手跟舌头 绑住了雷欧的脖子 哪怕就算是布扭这样看起来 没有长长部位存在的怪兽 也可以变成长变 把雷欧的双脚绑住进行折磨 果然昭和的格子王不是那么好当的 有点特殊的小爱好 也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嘛 好了 这就是昭和被绑过的奥特曼了 你还知道哪些呢 我在评论区中等你们哦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我们的动漫星纪元 我是绝国充重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